大家好 欢迎收看8月14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石玉兰 新闻首先来看到花莲0918大地震即将戒满两年 当时房屋结构被震毁 成为红丹户的玉旅镇松普里令姓屋主 碍于灵动房屋屋主问题为结而占款 而经过县政府和各级民意代表机关协调公告 终于重启拆除作业 并且在一天之内全数拆除完毕 令姓屋主感谢表示 重建之路终于有了新的进展 再三比对资料 玉林姓屋主确认午午后 在锦销进空现场为安下 重机具紧逐开始拆除0918大地震受损的房屋 假如他们现在拆这第一栋的话 大概半天就可以拆掉了 因为第二栋原则上是我们拆的 县政府不帮我们拆 所以这台机器原则上它只拆第一栋 大概半天吧 花莲0918大地震 房屋遭震回的玉里镇松浦里灵性屋主 在花莲0918强震当时 房屋严重震毁列为红单户 而当要拆除房屋时 因灵动屋主问题而暂缓 经县府各级民意代表 以及两遭双方协调法院公告 终于在今年度执行拆除工作 红房单户就是前部整栋拆掉它要重建 我们会有100万中央的补助 100万 那你拿到建造40% 那盖好了你拿到使用执照 去地震事务所登记好 有那一张了以后 拿来我们会帮你申请60万后面的60% 除了县政府建设处建管科 县议会玉里镇公所以及当地里长之外 警方以及消防单位也派员到场交管为安 配合拆除作业进行环境洒水 防止阳城污染 在各界通力合作下 一天之内就全数拆除完毕 等了近两年 灵性屋主感谢表示 重建家园的工作终于也向前迈一大步 记者是玉兰玉里镇采访报道